請問你在支援班嗎 為什麼都不知道 你在支援班嗎 嗯 不可能我沒有唱 什麼支援班啊 太扯了 你們辦有在支援班嗎 沒有 我們辦一個問題完全都沒有 真的喔 我們都稍微不正常了 看得到問題 看得到問題 也真的 請問你在支援班嗎 為什麼都不知道 你在支援班嗎 不可能我沒有唱 什麼支援班啊 什麼支援班啊 太扯了 你們辦有人在支援班嗎 沒有 我們辦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沒有 真的喔 都稍微不正常了 看得到問題 看得到問題 可以這樣 昨天 就是我們有談到支援班的事情 對 有人問說 XX就是支援班的 然後我們 回答的方式 然後跟XX的回答 可能有讓 許多人 感到不舒服 或是有被冒犯 那在這邊非常的抱歉 就是讓大家 內心有感覺到不舒服 任何一個人 不管是家長 或者是 任何一個學生 有感覺到不舒服 或是 心難受 在這邊都覺得 都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就是很 抱歉 讓大家受傷 雖然說道歉 真的沒有辦法彌補 任何事情 但 真的就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對於後續 就是 當下其實我 對於XX講 講的話 我沒有 很 聽得很 很清楚 所以我也沒有當下支持他 那我接下來 對於他的 教育 我會更加的 更加的努力 然後會 繼續改進 然後請大家 繼續再給我們 機會 我們會 不斷的改進 真的很抱歉 然後 不要在這邊就是 嚴正的跟大家說 就真的我沒有 歧視 或者是輕蔑 藐視任何 無論是資源班 的學生 或是 需要個別輔導的學生 完全沒有 這樣的意思 沒有任何歧視的意味 那 當下可能我 我在笑 然後我的笑聲 或者是 XX的 言 用的 用語 可能有 不妥當的地方 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這邊跟大家說對不起